就在众多的阴言 所以处受就是产生什么? 爱 听到吗? 爱当然也有恨 所以在这里就变成爱其有 又想占你 然后就生命深深不绝地流转 就这样构成 所以说希望大家学佛 不要等到最后才向那些老父上 出一十五或者法会来拜拜 做什么? 说消业账 要起伏 也不是靠佛替你消的 也不是来拜一拜就消的 伏也不是靠你说买些水果 买些东西来供养 它就叫种伏 伏 真正的伏是来自于我们自己心田里面 能够跟出什么? 真正的菩提 绝照的那种等 这个才叫真正的伏 否则一切都只是好坏是非生命的 永远都会在这国里面呢? 一起 我们想说 抵不了它 抵不了它 这就是报应 我们常常都只怕一些果报的报应 不害怕说在那个阴币的时候 怎么去用功 所以说学佛是要在 印形成那个阴的时候 然后这个阴会慢慢慢慢的吸水残内 形成到最后的那个报的时候 我们只有在这里 就随时要怎么样 用智慧观照 例如说入流往守 就是连那个阴都不起 听到吗? 那守入自己 动静二相了然不生 是知道它虽然形成了 我已经不幸掉入到这个流里面去了 可是怎么样? 能够做到 不被它染污 不被它怎么样? 继续攀岩分别 那当下怎么样? 心能够放下 不执着 不贪恋 不贪爱 那也叫做 动静二相了然不生 所以说 每一刻每个撒那 如果会修行的人 他就知道随时随便 在各种因缘状况之中 怎么去用功 而不是只是面对业力的一种逃避 或者害怕 好 底下我们再看一下 说由于共业 所以感得同样的果报 地球便是 由于地球世界的众生 过去现在未来的 无数众生的共业所感 而有各类不同的共业 所以也感得各种不同的世界 太空之中 宇宙之间 有着无量无数的世界 它们的成因 都是由于各类不同的 无数众生所造各类不同的共业而成 所以火星上如果真的有人火星人的形体 未必也和地球人的形体一样 所以我们就问问大家 你们去西方净土 所谓的诸善善人寄会一处 然后没有男女相 我问你 诸善善人寄会一处 祂的人的长相是什么 然后没有男女相是什么相 不要说是净土的啦 我们现在说佛教里面说有六道 有没有 鬼掌的什么样子你知道吗 神掌的什么样子你知道吗 天掌的什么样子你知道吗 天掌的什么样子你知道吗 都不知道吧 对不对 所以哪一天来了一个天人 可能他呈现出来的相 你根本都分不出 所以我们讲说在这个 这个藏传里面有一个大修行人 那么他师父教他很多的法门 但是他都没办法真正深入 有一天他就在一条赖骨的身上 看到什么 看到米勒佛 你以为看到米勒佛跟赖骨 赖骨变成米勒佛那么庄严 如果是这样 那是你眼睛看花了 那为什么在赖骨身上 我们讲说看到的米勒佛 要知道佛经里面的故事 或者很多的表法 它是要叫你离开那个相的分别 懂吗 就是说差别最不好的那个带骨的相 里面 它其实也是叫做亲近相 听懂吗 所以只有从众多的这些所谓的烦恼 还有污秽 或者种种的不好的这些里面 你能够放下自己对这个相的这种的分别 或者贪染或者计较 然后还他一个原来的 所谓的众业所称当体即空 然后佛知道虽然是空 可是由于众生每一个人所做的福德因言 以及所发的艳丽慈悲智慧 因此行程纵然是空 可是空的当下也有种种不同的因言的成就 所以说如果你能够看到说赖狗看起来是赖 在世上 它也记住像狗所有一些的功能 所以说希望大家那么要了解 不要灼在向上 所以说如果火星有人 那它绝对也不会像我们人这样 有没有看过以前比较早期的世界相传说火星有人 那火星人来到地球 有没有 那个火星人你看什么样子 比较近代的有叫ET有没有 叫做外星人 那个ET是不是也很怪 各种各类的都有 那我希望说大家要知道 就是说所谓的像 让我们知道说没有真正的存在那个像 你常常智慧去观察 那么所有的像 其实只是众生自己的什么 分别妄想所形成的事 那么在儲存在八识田中 有好坏的这些 那好坏的这些形成我们众生的贡验 贡验就变成了我们大家 共同能够看到的地球 我们自己的身体 种种的一切 这都要贡验 然后别业就个别自己所用 从多生累世修下来各种不同的 例如说有的人就长得很聪明很漂亮 有的人长就个子很矮又很丑 有的人甚至于生下来怎么样 就牵牵了什么 所以说像这些种种的一切 我们就这样说共业之中也有什么 别业 好 底下我们再看一下 说地球虽不是众生活 他说至于那些无人的星球 乃至那些没有生物存在的星球 虽不是众生活动的舞台 但却也是为了众生活动的舞台而存在 听懂吗 好 例如说我们地球有人类存在 对不对 有生物存在 夜球有没有 对 暂时没有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科技还不知道它有没有 嗯 大多数现在的科技认为 夜球没有 没有生物存在 但是可能将来更怎么样 更高明的时候发觉 也可能在现在我们的科技 没办法了解里面 它有什么 它可能有生物 但是这些的生物可能 没办法形成像地球所看到的 动植物这些 好 所以宇宙之间万事万物没有一种现象 没有其存在的理由 比如太阳上不可能有生物 但如果没有太阳的话 那么地球上的生物也将无法生存 虽然尚有许多事物无法用科学的观点 证明起存在的理由 但在佛教的解释中 一切都是由于众生的业力所感 那就是他们存在的理由 所以说存在一定都有理由 那么有这些众多理由 那这就是佛法的 我们讲说一些正知见 那么因此我们 这个佛经里面 尤其是维世 我们讲说一切山河大地 所有的宇宙 不是由神创造的 由众生的事所变现成的 那么有很多人就 既然是由我们的形式变现成的 那有一个人去见老上 老上一切万法为新 一切万法为世 老上现在我想要有一堆黄金 你变出来给我看 那你说这个叫为新为世吗 这个就不一样了 为世 例如说我们可以从 世界很多的现象来讲 你说鸟会在空中飞 我们是不是人看了鸟以后 空中飞会觉得很羡慕 所以说希望说有一天 能够像鸟一样在空中飞 所以这个念想在古代没有可能 可是这个念想一直代代都存着 对不对 最后终于怎么样 就变成真的可以像鸟在空中飞啊 但是这样飞又不过瘾 所以现在怎么样 又有怎么样 用人的可以操作到 是不是 有啊 007里面就有啊 你不要看它只是好像是小说 它确实是可以 只是说因为它没有发展到很好 所以说我们没办法自己背着那个什么 桶一下子 我就走到哪里去 然后你们看看现在水上的一种活动 以前是冲浪啊 或者是气瓶这样带着 现在有一种什么 那个气的那个活动管子 然后你可以一下子沉进去 一下子又可以飞得好高起来 有没有 有 那种的活动 好精彩喔 只可惜我太老了 呵呵呵 不然我也想去玩玩 你看那个 简直就是什么 那简直在水里面就是 如同怎么样 比那个鱼都还要来得怎么样 来得更加的灵动 所以说一定是怎么样 我们讲说这个就叫共同的什么 众生的心事 那么有这样的想法 慢慢这些心事 产生了什么 真正的共同的力量的时候 那么它就自然会形成 明白吗 也不是由一个人的 一个人的 那么跟众多的心事所共同成了以后 你也只够是众多心事里面的唯一一个 明白吗 例如说我们这个杯子 一个 子子中子电子 它构成不了这个杯子 但是我们讲说 这杯子里面切也欠切 可以欠切那一个 是不是 欠切那一个这个杯子就切线了 就不圆满 这样明白吗 所以说我们讲说心事 那么固然可以产生所有的东西 可是没办法由个人的心事来产生 变成三合大地 但是我们众生共同的这个心事 然后就形成了什么 众生相应的那个圆所成的那个世界 所以说我们常讲共业在地球上面 最近如果说你们有在这里修行没有 欧洲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叫难民潮 就是因为利比亚啦 什么西利亚啦 都是亚的 那么一些战争 或者是IS 那形成什么 这些人生命不得保障 一时就坐船啊 渡海啊 陆路啊 那路上死了多少人 都不管 几十万跑到欧洲去 那你说是不是造成了很大的问题 那你说这个问题呢 是不是就是工业 本来我们讲说 利比亚 在我十多年前所认识的 它是个产油国 那个葛什么菲啊 卡达菲 还有葛达菲 那么统治的时候虽然独裁 是不是也很安定啊 像说黎巴刃啊 各个地方 可是一有战争 一有什么的时候 这些 全部产油的 或者什么 是不是都变得动乱不安 这个就是众生的共业 但是所有的共业 维持的努力 也要靠 后来的这些人的共业 有没有共同去努力 这样明白了没有 不是说共业就不可以改变 共业一样可以改变 共业一样可以去创造 创造成更好的共业 所以这一点很重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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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